當時候就是只有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我要自己種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我要活下去 我們希望把那個台灣的小麥的產業鏈結 把它重新建構起來 這個作物才有可能長期存在台灣的農業 以前老一輩有種過小麥 那個時候小時候 那現在就是說會想要回味一下 以前的那個場景 小麥已經粗稅出來的時候 如果你又有東北季風來助長的話 整個麥田上 你都可以看到那整個麥浪的波動 所以看起來是非常的舒服 當初我父親我跟他講說 那要不然我們跟人家用器做的方式來試試看 你也是有收穫量 而且有時候不會比那些冠型的收益來的差 這裡是位於彰化的喜願麵包坊 創立者叫施明黃 他們製作麵包用的麵粉 來自台灣本土的小麥 而做麵包的師傅 則是一群身心受限的朋友 施明黃用這個麵包方 串聯起兩個值得大家關注的集群 比較大的挑戰並不是在銷售 而是在帶領這一群身心受限的夥伴 如何讓他們變得有效率的 持續而穩定的產生量能 因為沒有 我們也不接政府的案子 也不募款 也不接受外部的捐助的時候 那如何自力營身 這是我們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施明黃是在1999年時 創立喜願麵包坊 2007年之後 遇到國際糧架波動 影響原料來源 為了求生存 開始結合友善耕作的小農 種植台灣本土小麥 當時候真的沒有想到說 什麼活化休耕地 可以讓台灣的雜糧復興 其實我必須非常誠實地講 這個部分其實不是在那個時候的 設想裡面 當時候就是只有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我要自己種我自己的小麥 因為我要活下去 因為我們在當時候 就已經非常清楚一件事情了 就是說 假設我們台灣的小麥 還是採行像國外的種植小麥的方法 比如說都是要灑農藥 就是要用除草劑 那等同於跟國外的小麥有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假如我們是站在一個經營營運的上面來講 就是經營一件事情上面來講 也就是一種競爭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你一定要採取差異化 這個差異性主要是希望我們對於社會大眾 認同許願的時候說 我們用自己在地的小麥去種的時候 能夠獲得更高度的共鳴 它才有持續的價值 所以這個是我們當時候非常鑑定的想法 小麥在日治時期是台灣冬季的作物 台中是重要的產地 市民黃在確定自己的想法後 就積極的推廣小麥計劃 他和小農契作 台中外埔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地點 外埔的部分是這樣子 就是其實我們在2012年開始 就是比較有具體的進展了 跟外埔榮友之間的互動 也沒有辦法刻意 因為當時候其實我們很努力 很努力的想要在外埔種 可是都沒有成功過 但是在2012年的時候 好像那個暈簷俱足了 真的就是 是阿金班長 他就說我們現在不一樣了 我們現在有新的世代了 就跟我們講說 我們今年有一個班了 要來推小麥這樣 我就想說好 那我還是決定 就再試一次吧 就那一次就奠定了 這個延續到現在的基礎 他是賴阿金 今年74歲 青少年時期開始跟著父親 在外埔地區用灌形農法種田 長大後離農在鐵路局上班 直到退休後才重返田園 身為農家子弟 對農藥化肥很了解 常覺得這不是長久的種田之際 於是選擇友善耕作 這也開啟了跟市民黃合作種小麥的契機 我是十六歲半就開始做產 都做這個慣性的 所以這個農藥是非常不安全 自己也不健康也不安全 消費者也不安全也不健康 再來呢 想說 我們這個土地已經這麼多十年了 農入法學的東西 法學的農藥 土地已經變質了 你如果沒有改變的時候 這個土地 不可以讓後庭的小孫 繼續下去進行做 有一個看的播出看 許願麵包的書總監的時候 沒有去了解說 他有來管理的時候 鼓勵說種這個小麥 我們吃的米粉 在補助上主料上看到 美國進來的時候 人們都大量的生產 為什麼我們台灣 過去我十八九歲的時候 我們這裡也是賣的山區 都會種的 我們這裡怎麼不愛種 但是就是找沒有這個機票 所以我一個機票 我這裡跟經營的班長 市班長說 他說 好啊 今天大致上還不錯啦 因為今年是沒有什麼雨季啦 所以對小麥來講的話 是非常的有幫助 他今年大家的購物都算不錯 他是洪勝淵 今年三十八歲 現在的外埔第二任產銷班班長 也是外埔小麥的推手 四月初 還沒收成的小麥一片金黃 飽滿的麥穗 吸引著到處觅食的小鳥 也等待著辛勤的農夫們收割 小麥算起來 目前看起來是很健康 但鳥害的這種危害是比較高 對啊 因為像目前現在看起來 正常的麥枝如果成熟的話 他是會這樣子彎彎的 一般穿得特別直立的應該都是 沒什麼收穫的啦 都是被那個鳥吃光的 目前有機栽培的小麥的話 目前外埔這邊大概 將近快八公頃 然後友善的環境大概 目前就是在34公頃左右 然後到小麥已經初歲出來的時候 如果你又有東北季風來助長的話 那整個麥 整個麥田上你都可以看到 那整個麥浪的波動 所以看起來是非常的舒服 台中外埔地區在日治時期 及國民政府來台初期 小麥是當地農民的補充糧作 直到1960年代後期 政府開放美國小麥進口 進口的價格優勢 讓農民逐漸放棄耕種 外埔這邊主要就是以水稻為主 聽老一輩講 民國50年之前 我們在一期座、二期座種水稻 三期座就是里座的部分 我們也有種一些小麥 所以早期小麥在外埔這個地方 種的數量還蠻多的 因為早期交通不便 所以自產自足的效益應該是比較大 就是說我們這邊所需要的一些東西 就是由這邊的會種出來 後來的交通便利了 所以整個運輸的過程 會讓有一些產量從別的地方過來 尤其從國外進口的部分 所以糧食一進來之後 它的售價是低於 就是我們的生產成本的時候 這樣我們這邊的農友 因為它沒有利可圖 所以它本身就慢慢就會改變它的耕作方式 就會把一些本來原來會有種的 比如說荒唐、小麥、雜糧這些東西 慢慢就放棄了 在台灣 小麥田搖曳的田園景色 已經消失了快50年 近年來提高糧食自給率 與友善耕種的觀念抬頭 才在政府與一些民間團體的推廣下 緩慢復耕 洪生淵就是在2011年時投入 除了種小麥之外 它還種有花生、大豆等作物 依照著旱季、雨季與水稻輪作 我現在在拔花生的雜草 剩下一些 目前看得到小小顆的 我們就用人工拔土這樣子 還會再用機器再把它 趁雜草還沒長得太高的時候 我們就用機器再把它再稍微用一下的話 再拔土翻鬆 雜草就比較不會那麼多 一般農民最擔心的就是說 等到其他作物要收成的時候 一般還是要餵食一下大自然的老鼠 它是會在田間尋找食物 對 花生因為是屬於抗乾旱的雜物 以前這一片幾乎都是水稻 跟那個角白筍 因為以前地勢比較高 然後當然會有那個地下的泉水 所以種植角白筍也是OK的 但因為做好提防之後 整個蘇菌下去之後 就變成說這一邊就只能以乾旱的作物 雜糧這樣子下去做處理 孔聖淵家族世代務農 小時候就會跟著父母親在田裡做活 他們家的祖傳田地 位於外埔區的大安溪旁 以農地來說 靠近水源灌溉容易 應該是一片好田 但早年這裡沒有提防 每次遇到颱風或暴雨 暴漲的河水都會把作物淹沒 田土被沖刷殆盡 只剩砂石 讓農民損失慘重 比較深的印象就是說 只要每逢颱風過後 就是重新開墾 重新開墾之後 就變成說 再去田裡面 拿個桶子 就在那邊撿石頭 也就再往溪裡面再倒 就是把這一片田當中的那些泥土 就是開墾到說 不要有石頭雜質這一類 就只剩下這些泥土 然後再去種植 這邊的土質通常是30公分 因為都是從外面 埋土進來回田起來 要不然一般通常都是 整塊地幾乎都是砂石層 幾乎沒什麼泥土 所以是要從外面再搬運過來 這邊再田下去才可以有辦法種 外埔區大安溪旁的農民 一直到1980年代政府修築蹄房 加上定期輸菌 才擺脫重肯重植的噩夢 但不是自然產物的人工蹄房 也硬生生地把它們的田區切開 像洪盛淵家的田 就分蹄房里外兩區 依照需水的程度 種植不同的作物 大安溪以內我們是以水稻為主 因為水稻是變得說 它需要充分的水源 但以外的話就以雜糧為主 我們就以花生 花生或是小麥為主 因為這都是比較抗旱的作物 雖然解決了淹水問題 農夫們好像可以苦盡甘來 但農業環境隨著經濟發展 卻一日不如一日 洪盛淵的父母親 早就開始一邊做土木 一邊務農 才能維持祖田的耕種 而洪盛淵也是在這時期 因為要幫忙家裡顧田 受到父親的農事啟蒙 小時候如果到田裡面田間去啊 父母親他就是有時候會把雜草 用一用拔一拔 然後我們就進去再走進去田間 把這些雜草 再拖到我們田梗上去放 或者是比較空地上這樣子去丟 就是當小助手一樣 就是把這些雜草 他們只要用好一堆 我們就是再把它挪出去這樣子 那時候都會想說奇怪 別人家的小孩怎麼都可以說假日啊 都可以說在外面啊 或者是學校的操場這樣跑來跑去玩遊戲啊 我們為什麼都是會說 會到田裡面這樣子去幫忙 因為小時候就是會很羨慕別人家的小孩說 人家都有那種很自由的空間這樣子 可以跑來跑去這樣 洪生淵有兩個哥哥 近年來已經承接父親的工程事業 而洪生淵被父親留在身邊 一起種田 但他無法忘情做了16年的土木工作 所以他還是一直跟著兩個哥哥 在外面做事 只在閒暇之餘到田裡幫忙父親 最後因為父親腿急惡化 看著他做粗重工作 心裡不捨 才決定要專職務農 父親這樣子 真的是 腳真的是越來越 越退化的很嚴重了 所以我們兄弟之間 我們就三個兄弟就開 就自己私下開會就說 那要不然就 因為我時常都是 務農都我在幫忙比較多 我父親就說 那要不然由你承接 由你下來做田 因為然後工程就跟兩個哥哥 給他們去做這樣子 你回來更做這樣子 土地的狀況幾乎一半 幾乎都是用承租的方式 其他一般都是父親這樣子 他們去外面工作 然後一點一滴的買 買下來這樣子 所以會再承接到我們手上 有時候會覺得說非常的感謝父親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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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羊之後會噴苦茶坡 那苦茶坡噴完之後 就還是會有一些膚瘦樓存活 那羊苗比較大的時候 就會拿網子撈 撈多少算多少 天氣熱的時候 會比較活躍 那如果天氣冷的話 牠會躲起來 有時候很多牠會附走在上面 大概都不會去理牠 也是說暫時沒有 牠不會吃羊苗 那暫時不會理牠 牠是洪生淵的堂哥洪盈川 今年64歲 從小就住在外埔 父親一輩子勿農 並且靠著勿農的收入改建組挫 而洪盈川在1980年代 離家做生意後 家中的祖田就租給養雞場養雞 以及讓別的農夫來耕種 那麼現在就是每次都要撒肥料都要保養 祖措就爸爸的時代 爸爸那個時候蓋的 那我們小時候就有 有記憶中小時候就住在這裡 我在外面做生意那段時間就 大概是77年那個時候 然後83年回來養雞 那這一段時間就 就是住給人家 洪英川當年經營的是超市的生意 在1990年代因為連鎖超市興起 他決定把生意收掉 回鄉買一些農田 本來也是租給別人養雞 直到兒子當兵回來 在附近的電子公司上班 想要一邊種田一邊工作 才考慮把田收回來自己耕種 會開始募農就是我大兒子退伍之後就在電子公司上班 那時間有一些時間 那他就說是不是把自己原先租給人家的土地收回來 坐回來自己種那我就想說既然要拿來自己種就乾脆就做有機的 走有機這個路線那剛好就是我堂地正員他就在這個區塊有接觸就近可以跟他請教 洪英川把田收回來後 唯一考慮的務農方式就是友善耕做 但他的務農經驗不多 又沒有年輕人的體力 實行困難 幸好在2011年時 遇見堂弟洪勝淵 他們一起參加農改廠的課程 並且分享資訊 互相幫助 像有時候傍晚來巡田的時候 我堂哥他也都會在他的田裡面這樣子巡田 巡看農作物有沒有什麼樣的狀況 或者需要再說補施肥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在剛好在巡田的當中 我們會碰到嘛 然後我們會互相寒暄 然後互相做一下交流一下 看說我們下一次的農田是何時要施肥 對 然後病重害哪時候 要開始準備這樣子 對啊 都會有一個交流在 我堂弟 堂弟因為他接觸比較深入 那不懂的 不懂的話會究竟問他 其實我對種田這一塊 其實不是很內行 那其實很多都是會依賴他 現在洪盈川的田是水稻與小麥輪種 而且在洪盛淵的牽線下取得與喜怨共和國的 契作合約 一年四季都有收成 雖然當年沒有參與耕種 但現在能種回當年的故鄉樣貌 也算對得起腳下的這片田地 以前老一輩有種過小麥 那個時候小時候 那現在就是說會想要回味一下 以前的那個場景 那剛好 剛好 這個堂弟他有接觸 他說種小麥可以增加收入 然後小麥收成之後 可以賣給喜怨 小麥今年收成還算不錯啦 有大概一分地有400多斤 這個成績算是不錯 洪盛淵全職承接父親的農地後 仔細考量未來的務農之路 他不喜歡農藥的味道 而跟洪盈川交換資訊時 他們對於提供安全的糧食作物 有一樣的看法 於是就大膽地跟父親提出 要種田就要做友善耕作的理念 想要接觸有機這方面的時候 是因為我對於冠型的噴藥 我很反感 因為變成說我們住家 幾乎都是在那個林田的附近 變成說如果有人施撒農藥的話 變成這個農藥的那個味道 他都是瀰漫在空氣中 打開窗戶這樣子 變成說都會有那個農藥的味道 因為我有跟我父親說 一個理念我說 我們那邊現在市面都是自己的水路 比較不會說受到說林田這樣子 污染到我們的田裡面這樣子 以區塊來講 這塊如果適合做有機的話 我們就來做 如果不適合的 我們就慢慢地把它轉型說 友善環境的種植 洪盛源的父親 一直是用冠型農法種田 非常反對洪盛源友善耕作的想法 他的考量點 除了雜草與病蟲害問題外 最大的擔心還是行銷通路 依照灌場的制度 農夫種田 收穫就是繳工糧 或者由盤商收購 雖然有時候價格會被壓低 但是相對穩定有保障 我在跟他說要做有機的這區塊 他當然他當初也是很反對啊 他因為他們老一輩子 老一輩的人他們都會有一個觀念 他們都說喔 你拿那一槍就不知道要怎麼投了 所以那時候但是我會想說 因為我有跟著 跟著那個人家出去外面觀摩 出去看 我會覺得說 那現在都不是問題啦 只不過是看說 你要不要購買機具設備而已 因為現在的那除草機 田間除草機也蠻方便的 當初我父親我跟他講說 那要不然我們跟人家 用器座的方式來試試看 你也是有收穫量 而且有時候不會比那些 冠型的收益來的差 最後洪聖渊的父親是在半信半疑之間 答應讓洪聖渊轉作友善耕種 而且還叫他去找他們的遠房親戚 賴阿金 因為他是在外埔區土城 補子一帶 第一個轉型友善耕種的農夫 他希望年輕的兒子 能少走協渊望路 盡早穩定下來 姨姨 我想說 一些事情還要你請教一下 對啊 我們的優雞皮 如果要用 阿樂分類跟我 都在做下去 現在 腳會來的 就是 跟這個 稻豆瓶 稻豆瓶的時候 我們優雞的食材 就是 說起來 做心的頂緣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 愛知有 舞蹈感訓 本來知道他是沒有人的兒子 但是也不知道他就是叫做心的妹妹 大家是一個感情的一個親情關係 聊下去 大家可以了解 他我想說 是有姻不姻 這麼年輕 他有要回來做心 大家也說到做心 油肌做心 他又要做 上公跟一樣 要做這個油肌的 我心裡 我 很懷疑 看他的行動 看他的公圍 有開始要做 我不想跟大家 做對大家說 我說 我們的政兆 我們有一個福氣 有一個年輕的 三十幾歲 他想要做我們做油肌的 論八卦 我是要叫賴阿金 是叫胰臟 叫胰臟這樣子 所以 剛好透過這一層關係的時候 機車騎著就是 三天兩頭就是跑來他家 就是找他聊這一些 說我們現在的道子 發生什麼狀況 葉子出現什麼狀況 我們必須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防治他 或者是去把他醫治他 因為他在這區塊 他本身他 自己默默跟允禁 大概十幾年了 宜藏這邊 他做得也很開心 而且做油肌的人 那種熱忱 就很不一樣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很慶幸 有一位老人家 這樣子在背後 默默支持我們現在 這一批年輕人 我會覺得真的是 有一種 有一種那個小確幸 小確幸的那一種感覺在 到2014年底為止 台灣的友善耕作農地面積不到百分之一 這還是一條孤獨的道路 有人支持真的很幸運 但田間的工作知識 還是必須腳踏實地的學習 洪勝淵很用功 常常參加台中農改廠辦的講習課程 因而結識了農改廠 小麥研究員郭建智 這個叫做一般來說看起來是大明 大明它是一種雜食性的害蟲 這個它吃過得很會這樣 一般來說現在我們是目前沒有針對大明的 針對在小麥上的大明的藥劑 那我們在教導農民利用一些生物防治 比如說利用蘇利菌去噴在這些幼童身上 然後可以造成它的種體麻痹 然後不再取食 然後最後死亡 來打擾防治的目的 台中農改廠為了推行提升糧食自給率的政策 在2000年時成立小麥改良廠 並且在2011年時 重新延續中斷了近20年的小麥育種計劃 目前持續繁殖的品種 有台中選二號以及台中34號 這兩種品種都具有成長期短、耐病害 是非常適合二期稻作之後種植的春波型小麥 郭大哥 紅棚長 你好 你好 你在做什麼 我在看北亞的北塘調查 再採樣 待會去鑑定看看什麼問題 今年應該是就下雨過後 就比較有黃葉上的問題 黃葉上的問題 那比較有可能原因 可能是說她的那個第一根 她的育腹有收到她的 類似的幾歲的一期 那她 台中外埔地區的風土環境 很適合小麥栽種 加上洪盛願與產銷般農夫們的努力 讓這裡成為台中農改廠的重點輔導區域 友善耕作不能噴灑化學藥劑 農民很需要病蟲害防治等技術指導 目前現在小麥比較常見的第一個就是說 大明就是因為一般像很多農民 它是種植水稻之後收割完再種植小麥 那大明原本就是會危害水稻的一個害蟲 那它跟著就是遷移到小麥的田裡面 那它一開始它族區量不是很多 可是當小麥開始在分裂了之後 它會開始 大明的幼蟲會開始啃食它的一個進步 那會造成小麥的枯心的一個 或者是白碎的現象 也會造成產量上的一個損失 我們會不定期的出團 然後會到農友的田區去 去進行一個診斷調查 我們團員有包含的就是像栽培病毒外 還有土壤改良的成員都在裡面 那可以一次將農民的問題 做一個一次通盤的解決 在堂兄弟 老農夫以及農改廠的專業協助下 洪盛淵的田以適地適中的理念 一年輪耕三種作物 兩年下來對友善耕種是越來越有心得 目前就是因為第一期我們水稻已經下去了 然後第二期我可能就是會實施大豆 就用豆科類的再去把它土壤再活化這樣子 然後等到大豆收成的時候 我們再以小麥下去種植這樣子 用輪作的方式讓看作物 它是不是會有其他的反應出來這樣 因為豆科它裡面它本身就有那個耕瘤菌 但它剛好可以說讓那個賀本科它剛好有一個蛋肥的成分 所以剛好可以足以提供給它這一種的養分在 對 而當初跟父親說明器座對友善耕作比較有保障的理念 也逐漸獲得證明 目前它的小麥給喜怨麵包 稻米則是給宜蘭的友善稻米器座商 整個產銷班在它的帶領下全年都有收入 堅定的支持友善農法 大豆的話我們還是以喜怨這邊 對以斯大哥市民房這邊為主要的器座廠商 那稻米的話我們是用 是跟器座廠商是在宜蘭上宜星這邊 對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說 如果有器座廠商願意來跟我們這樣做一個器座的動作 這樣子大家會比較有那個共同的目標在前進這樣 國立三月比較早收割的小麥田 現在已經變成波光淋漓的水稻田 才剛剛插完秧 留下許多插秧機無法補滿的缺口 這位很熟練的補著秧苗的老農 就是洪聖淵的父親洪中燦 從小做到老很知道補秧的訣竅 洪中燦的雙腳已經快不良於行了 但很惦記這個已農傳承家業的兒子 只要有空就會幫洪聖淵顧田 他期待兒子的努力不要白費 讓這片祖田還有辛苦半生買下的新田 持續被耕種 說起來 他們兄弟在那裡很麻煩 一個人坐在航空 生日跟我坐在那裡領著你 那都不是要幫助我沒有你 像這個 這現在營漏也要慢慢下來 這個還要撲下去 要撲下去 要撲下去也要撲一遍又要漂亮 你看 這現在營漏也要緊急 要撲下去 我是 初一生我是種花肚子 我看著很不關心 那不是油肌的 我們天漏漏漏漏 像這個營漏也要說 像現在的營漏也要最好 這樣就不會營漏 為了支持洪聖淵 面對凡人的雜草 洪中燦不敢撒藥 但兩年多來 也想出一套對應的辦法 就是更勤快地出草 雖然很累 但洪中燦的觀念 卻漸漸地轉變 現在的他已經了解 友善耕種的好處 如果在說 要做什麼油肌的 要種什麼東西 我們這個市廟的 聽到我 我怎麼想說 有在想 以前我都在想 我都在想 哇這個 我們都不簡單 我們就對了 要種油肌都不簡單 他到要做 我就要繼續去做 不然剛才 現在 會念他這樣 念他這樣 要讓他做到 他的事情 他要怎麼做 就是要怎麼做 到現在 比較慣勢 洪聖淵的母親 洪陳秀玉 是父子兩人的 最佳後勤支持 每次洪中燦去田裡 他就開始準備 夏田的點心 只要洪聖淵還沒出門 也會進廚房幫忙 這是他回農以後 養成的習慣 他喜歡這種 與家人 近距離相處的時光 我...我...我... 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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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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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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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你 你想做什麼 我们的温度 你还要煮吗 你先煮吧 煮好 煮好 好 来 煮好 今天的点心是绿豆汤 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夏天时消暑的好食物 红中菜的脚不好 每次夏天 红陈秀玉最担心 而红圣渊也希望父亲多休息 但红中菜的老农脾气 很难说得动 只要田里的事 就永远放不下 年轻人跟老农之间 明显有不同的务农观念 他时长跟人家说 他就看不习惯我做田的方式 因为跟他们以前 务农的方式我不一样 他们都会说我做得很懒散 没有很积极的运作 但我时长都会跟他们讲说 我只要把种田做到了 收成量应该是不会比你们差 但后来他就是看到说 上一季的收成量 他说看起来还真的 真的是比他们当初 他们自己埋头苦干 整天几乎都是待在田里的收获量还高 我时长就跟他们讲 反正我就一直想懒人的方法 要怎么用比较轻松的方式下去处理 要动脑筋 不要说始作 一定要动脑筋 我很想念 我一起 Come make my day 这改ää 我埋起火 你现在法使他 躲在这 Joffime 是位于西村 李津 武园 印度 现在正要准备收割小麦收割 播种的过程到现在已经超过140天左右了 对然后因为小麦收割季节已经到了 快4月初了 所以已经到成熟期 所以必须要赶快收割 国历四月 洪盛园的最后一批小麦要收成了 由一批从院里来的小麦友善耕作农夫 协助收割 因为杂粮收割机跟割稻机不一样 操作方式也不一样 会的人不多 互相帮忙可以节省成本 不管是院里还是外部这边 既做都是同一家 所以我们这边就等于是说从院里外部这边互相 我们私底下都会过来就是讨论啊 看一下怎么来栽种这样子都会 外部也会到过我们院里 院里也会过来外部这边 所以目前是我的只有我在开而已 目前因为车子只有一台 就是杂粮收割机 它跟一般的那个稻谷的收割机不太一样 一般稻谷是半卫式 我们这个叫全卫式 就是整个收进去 搅动把力 就是卖力跟那个稻渣分离这样 因为麦子的特性是有高有低 它不像那个稻子一样 很整齐就只有后面那一段而已 所以用这种达量收割机才收的话 它会就是这一个单位面积里面 它的收成率会比稻子的收割机 大概有10%的那个多余的那个收成率 目前这一次小麦的收获量 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小麦是的品质上是很OK 洪生员很满意今年的收成 黄澄澄的卖力等一下将直接送去烘干 接着就会送到喜便面包方库存 等待着被磨成粉 成为身心受限朋友们的希望 如果依我的产量的估计的话 一分地如果在400公斤左右 那算是今年是应该OK的 对然后看看今年这样子这片麦田的话 应该预估的收获量应该有到1200到1500 所以我对今年的产量还蛮开心的 那么我们是否有 happens 我们记得这些产量 没有。 我们就嗯 轻松给 feelings 你是axyan 火 總監 你來啦 你要來看今年磨的小拍對不對 對啊 到這裡來的部分會分兩種 一個是菇皮 那另外一道就是胚芽 那目前看起來啦 因為我們今天做提粉力還不錯 還不錯 看起來今天這樣的提粉力 應該快78應該有 78的提粉力在製粉業來講 算是一個很高水平的提粉率了 在還沒跟喜願這樣接觸之前 我對這一區塊 對雜糧這一區塊真的是很陌生 剛好他們的裡面外面 我覺得在這區塊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在我們本身我們的本質上 我們也會想說再把農業上的一些方法方式 栽種的方式然後再重新的再調整過 不要說像以前都只能做二期水稻這樣子 但後來接觸到跟總監他們了解到說 實際上農田真的是可以再活化起來 但跟總監他們合作的這層關係 我會覺得做得非常的開心 對啊 因為我會覺得說實際上重雜糧 就像總監之前常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說小麥只是雜糧的起頭而已 所以我們在起頭這一步如果做得快樂 我相信說在其他的另外雜糧區塊 或許人家有一些專業上的知識在 但我們還是可以說透過人家走在前面的這一步 後背的人我們可以踏著人家的腳步這樣子 一步一步的平步輕勻這樣子 再去把它做有效的提升品質上的 這一些產量出來 在喜怨小麥的鼓勵下 包含嘉義 苗栗 新竹 桃園等地 都有喜怨小麥的契作田 2015年的總產量 已經有將近620公噸的小麥 市民皇下一步就是要串聯起上下游的小麥產業 讓種小麥的小農可以獨立生存 我們希望把那個台灣的小麥的產業鏈結 把它重新建構起來 因為你會發現雖然有人磨麵粉 可是那個麵粉都一次都是巨大的量 那那些小農小戶想要用自己的麵粉哪有辦法 那當農民他種出來的作物 他可以親自摸到他自己的麵粉的時候 你現在想想 他這個作物已經不是單純的商品了 他對這個作物就開始產生感情 因為他可以吃得到 他可以摸得到 他可以看得到 那你看這個作物才有可能長期存在台灣的農業 這是我們真正的企圖 稻米與小麥都是世界上主要的糧食作物 但各有各的生長環境 在台灣得天獨厚的可以輪流種植 喜願小麥麵包方善用這個禮物 化身為平台 鼓勵農夫復耕 活化田地 也照顧了身心障礙族群 而洪聖淵、洪銀川、賴阿金等等農夫 堅持友善耕種 讓人、作物、環境生態 都能夠互相依存 循環永續 期待這些自助添助的好點飯 真的能串聯出台灣農業不同的風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